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个人虽然有一些宗教的体验 我当然会相信除了人以外还有其他的众生 但是在这个学府里面我不应该谈这个问题 我记得我刚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时候 我想到台大来参加一个会议 台大不准我进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一个和尚 所以这个和尚怎么可以到这个学府里面来 而今天黄教授呢 黄军纪教授把我请得来这样修士历程呢 我说我想我搬回了一城 我非常欢喜 这个毕竟一个和尚还进来台大 但是呢 进来台大教授的出家人已经不是我 开始的时候有一位很亲法师 他已经退休了 还在吗 还在 这个也就是实在不一样了 这些过去的学者们呢 都认为宗教是迷信的 但是呢 我就是因为大家认为宗教是迷信 副教是迷信 所以呢 我就偏偏地不迷信 而去走上了修士的路 教育的路 是这样子的 那我个人呢 想在利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呢 跟周围分享一下我个人 当然 我不会希望呢 把我仔细介绍给周围以后呢 周围从全部都来出家了 变成向我走我这条路 这个修士历程是一种分享啊 让周围呢 周围年轻的同学 可以思考一下 像我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过程 以及学习的经过 以及思考的一种方式 是不是也有参考的价值 我想黄教授要我来呢 大概目的是在于此 不是要周围呢 跟我学佛 或者是呢 来跟我一样的变成出家人 我今天用四个子题啊 来谈谈我的修士历程 第一个子题是我的求学过程 第二个子题呢 第一个呢 是我的研究过程 第三个是我的求一致用的过程 第四个呢 是我所关心的事 也就是说我在多长年来我在做些什么 我在一个非常穷困的社会环境下出身 也是在多灾多难的状况下呢 长大 我出生在一个农村 其实那个农村呢 我出生以后这个农村就不见了 那就是我在长江那边上啊 长江呢 在江苏省这一带啊 是南边呢 战 北边呢 塌 就是北塌 南战 不断地不断地啊 长江移位 就是长江的北边的泥沙呢 冲了江里去 然后南边呢 就渐渐的新的沙长起来 这个持续了大概几十年的时间啊 那我出生的时候 正好是最最严重的 状况最严重的一个时代 所以我出生几个月以后啊 我的家乡已经没有了 就是说农村 那就变成了是一个长江 那我在这个十一年前呢 回大陆的时候 我的出生地 一直在长江的中心 已经看不到的啊 那我的家里边的人呢 父母都是文盲 所以我没有像周园 同学这么好的夫妻啊 这个父母还可以给你们读习一下 告诉你们怎么读书 那我出生以后呢 没有人能够教我读书的 事实上 我在小的时候是一个很 不能叫做低能 而是弱智 所谓弱智呢 就是说 出生以后 不会走路 不会讲话 我到六岁才会讲话的 周围可能在六岁的时候 已经能够看红六梦了 那我在六岁才会讲话 那九岁的时候才开始开盟 开盟的时候呢 是读的世俗 然后呢 这个由于战乱的关系啊 就没办法读书了 后来我又进了小学 这个我这个小的时候 读书的过程是非常的坎坷 多了没有多久的那个世俗啊 常常换老师 而且老师们只叫我们读书 背书 不知道什么意思 因此呢 我常常淘血 常常跟同学们去玩 去调皮 会爬树啊 抓鸟啊 有一次我从树上掉下来 一直到现在为止 我的脊椎锅 到现在为止 后遗症还在 我的脊椎锅是弯掉一根 那就是地坏了的 当时如果有好的学校 好的老师 我看 我不会这个样子 这个低调 我这个背脊锅 然后到现在为止 背脊锅还是有点歪的 然后呢 小学到了四年级啊 以后我就没办法再读书了 原因是那个抗战 在抗战期间 我们的那个住的地方 我是在江南 到了江南以后呢 这个有和平军 有古军 还有新史军 这个拉锯战 经常是在打仗的 所以我小的时候呢 经常看到这个战争之后呢 留下来很多的史诗 所以战争 还有呢 我在江南呢 也见到了几次的大水灾 那个水泛之后呢 看到很多的人呢 就是浮在水里远 那像这种状况呢 战争 水灾 种种的状况 小的时候啊 就感觉到人命是非常的脆弱的 什么时候是不知道 常常想到 下一次是不是会临到我 或者是临到我们家里的人 这种想法 是我很小的时候 人是没有长大 但是思想是渐渐渐渐的 朝向好像成年人一样 因此当我在四三岁出家的时候啊 我仔细认为我是个大人 因为我懂得很多的事情 然后我就去做了小和尚啊 做小和尚期间呢 这个 第一个 我觉得是上了天堂 因为从一个乡下 农村的贫穷的地方 然后到了一个佛教的圣地啊 那我们那个山上啊 这个 我本来说是享受 但是待遇相当好 我有两个老师 就是专门教我 一个老师呢 教我念经的 教我这个复经的 道理的 另外一个老师呢 教我这个人鱼 孟茲 大学 中文 诗经 书经 都教我这些东西啊 有两个老师 还有呢 我们用了好几个用人 我们叫道人 那个 我这个小和尚被他们叫做什么呢 叫老和尚叫什么 叫老爷 教我这个小和尚呢 叫小老爷 这个周园可能没听过这样的这个名称啊 这是相当呢 就是等于生的天了嘛 从一个地狱里边呢 和到天堂里边一样啊 在那一个时段呢 让我知道那个复经呢 是有印尼的 因为我小的时候看到一些出家人呢 这是为什么人呢 为死人念经 除了为死人念经呢 之外 这些出家人大概没有什么事 可是我上山出家之后呢 有人叫我书 叫我这个复经的意思 那我那个时候很惊奇 这复经不是念个鬼天的吗 中文也有一些道理的啊 而且呢 我觉得非常有用 这个并不是一个知识思想 而且是一种生活的一种啊 观念 让我们呢 这个 在这个烦恼的时候 想不通的时候 不管是有钱 没有钱 或者是健康不健康 在这种状况下呢 如果有烦恼 诶 用这个复经里面的一个道理啊 可以给我们疏导 还有呢 用一种方法 可以教我们呢 能够疏解 因为我说这个是一个 相当啊 适用的东西啊 这个是我有的很惊喜 因此呢 我就想到了这么一句话 我说这个 佛教是那么好的 可是知道的人很少 这个误解的人很多 这非常可惜 那我说 我希望能够多懂一些 将我多懂 懂多少呢 我想给其他的人分享 因此呢 我就对这个 要求复经 求解 求知 而且呢 求如何的去 照着去做 这个是 我是在十四岁 十五岁的之间 可是呢 好久不长啊 这个抗战胜利之后 没有多久啊 就是这个新式军 也就是中共啊 的军队的军队 到了我们的山上 那我们 这个就没办法生活了 我这个小姥爷呀 我这个小姥爷呀 也本来不是小姥爷了 也就变成了一个小公友了 那么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 工人已经离开 因为我们的生活已经觉得相当困难 后来 我们在这个乡下 我那个时候是在 就是南通啊 南通 我出生的地方有个郎山 那么这个郎山上的河上海 已经没办法生活 那 我们就到了上海 到上海 我过了差不多一年多两年的生活呢 那就是专门提人家念心了 这个时候将来非常痛苦 这个是一个阶段 非常痛苦 苦闷 没有人在告诉我附近的意思是什么 也没有人说附近要哪去用的 就是说念经 念经 而且日以继续的念经 在那一个阶段是我人生之中 最黑暗的一个时代 那个时候年纪还不是很大 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和尚还是继续这样做下去的 我不做和尚了 我准备呀 不做和尚了呀 正好这个时候呢 就来了 有一个我们同时在我们山上的一位前辈 跟我的师父讲 说这个小和尚应该让他去念经 念书了 念书了 读书去 那正好这位前辈呢 就在一个副修院里边 就叫了主人 那我的师父就说 好吧 就让他去好了 其实我的师父是舍不得 为什么 因为在那个时候 虽然是个小和尚 个子并不小 我那个时候觉得 我好像是一公尺六多 我现在是一公尺七二 那个时候一公尺六多 已经是蛮大的一个人 在念经的时候 人是小 念经的时候 这个收入是一个大人的份 所以我一走呢 我的师父就少了一个什么 少了一份收入 那很舍不得 可是呢 还是让我去了 那我去的时候 很好玩的 我自己 那个时候 要考试的时候 我就 我说这个经福学院 我说没办法考试 这个很有意思 我那个师父提我写了一个字传 他帮忙我写的 然后叫我背熟了 背熟了以后呢 我的这个考试的入学考试写一篇过文 写过文是什么呢 就对于副教未来的看法 这我怎么知道 对于现在的看法都不知道 他们怎么未来的看法呢 我就把我这个自传呢 这个照抄一遍 照抹一遍 抹写了以后呢 我就交上去了 交上去以后呢 这个教育主任本来就是我们这个 前辈嘛 他就看到以后 嗯 那个小和尚 有点文不对题啊 但是呢 思路还通啊 如智可教 可教 可以进来吧 我就这样子进去了 进去以后 这个第一年呢 这个 这个读完的时候呢 我们有四十多个同学 我考的是第六名 这个大家想不通的 这个奇怪 进来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 这么差的程度呢 这个一年以后 我是考的第六名 后来第一的时候啊 我应该是第一名 但是呢 后来变成第三名 原因是什么呢 和尚是要念经的 我那个时候呢 还是个小和尚 不是个大和尚 所以说我的这个修行的分数不够好 不够 把我的修行的分数啊 一解呢 那我就变成了第三名 所以我是第三名 比一 比一之后啊 我马上进了研究班 其实这前后的时间是很短的 就一年多到两年的时间了 我就进入啊 研究班了 那进了研究班之后啊 那我就办活跃的这个必报啦 办刊物啊 办杂志啊 我就变成 变成什么 变成编辑 那比一报的时候呢 我就主编 杂志的时候呢 变成编辑 我这个短短的很短的时间呢 我就能这么快啊 那这是我的有一种信心啊 我说这个 修校的门槛很不容易进 进去以后啊 只要努力 那就没什么难得 那这个 呃 这个时间让我 这个信心呢 就是求学的信心 呃 让我提起来 然后到了 这个大陆的这个厕所 那我们就到台湾 到台湾的那一年呢 我十九岁 来了以后 因为我没有中学这个文凭 也没有高中的文凭 什么也没有 因此呢 军中一次一次的 所以说高中毕业的可以考军校 我每一次我就拿不出文凭去考军校 后来有一次不要考 不要文凭 可以考 结果呢 我一考 也就是读吧 原因是什么呢 我在佛学院里边没有什么东西 数学啊 这个什么集合啊 代数啊 都没有啊 那一考的时候 这凡是数学就是考零 我文很好啊 还有英文还可以 我在佛学院里边也有去过英文呢 还可以 那就是数学 就是考零的 呃 后来过了两年呢 还是让我考取了 考取了这个 呃 陆军的通信兵学校 那个很好玩呢 怎么考取的呢 第一次考不及格 没有落取 第二次我就把那个考题啊 背出来了 考题背出来以后 再去考 诶 奇怪 那个考题没有换呢 那我就高分考取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奇句啊 那 然后呢 我就军官学校毕业 本来不可能成为一个军官 那我就变成军官学校的军官了啊 呃 这是我的军中的一个情形 可是军中啊 呃 这个非常苦闷了 这个读书 要直接读的 当时我有个同学 呃 现在是在罗马 是在这个 这个梵提纲的大使啊 呃 这个梵提纲的大使啊 是代理人先生 可能有人知道 他当过新闻学校长嘛 呃 也当过总统府的 当过副理所长啊 呃 他是我的同学 在那个时候 我的同学 他比我小 他很聪明 呃 后来他就去考这个 呃 他进大学了 他这个补习 补习 补习以后的进大学 那时候我说 我 我想来做什么啊 很多人问我 我问做什么 我说我将来做和尚 那他就考去大学了 那我做什么啊 这一段时间 我想做和尚大概就是看金吧 可是告诉诸位啊 那一段时间 也就是在民国三十 呃 民国四十年代啊 民国四十年代的台湾 寺院里边不容易看到金的 要看到附近呢 是很难的 我看到好多寺院 找不到附近的 那时候我就看什么呢 因此呢 呃 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时段 这个 我看到呃 这个许多的文学的作品 这个翻译的文学 以及呢 古典的文学 以及呢 直学的 以及呢 许多这个社会科学的一些书 那时候我很感谢呢 台白市啊 有个市立图书馆 市立图书馆 它有一个这个巡回的图书车 到各地啊 均匀呢 去啊 给这个士兵们看 给军人看 那我就是 每一次啊 可以借一大堆的书 在一个星期一次呢 我就看大概十几本书 这样子啊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 那台北市图书馆的书大概都是让我看完了的 因为所有的书 它这个到了这个 一匹一匹的换的 换的让我看了 我大概看完了 然后呢 我记得当时啊 能够看到的好像中央文物供应社 中央文物供应社的书 这个处理书我都看了 那这段时间 如机如刻地看了一些书 另外后来呢 商务院书馆 有几个有文库 还有呢 人人文库 还有呢 翻译民众 重书 这个商务院书馆 还有那个启明书店的一个青年百库全书 还有呢 这个文兴书店 现在文兴还在不在啊 大家也没有了 没有了哈 这个文兴重刊 这个 那个是我能够看到的这些书啊 大家都看了啊 还有呢 我参加了一个叫做文艺寒守学校 那个时候有几位教授 像李承东 李承东博士 赵友培博士 还有几位啊 这个 四大的 主要是那个师范修院的一些教授啊 他们办那个这个文艺寒守学校 那时候我就变成他们这个学生 然后呢 我就练习着写心思 写小说 写三文 在那一阶段呢 我把我的这个一支笔啊 练起来 这个 后来我也在这个什么 几个杂志啊 那是当时的刊物啊 投稿 当时刊物投稿的这个 拿到的稿费啊 比我在军中的一个稍位 拿的响要多一些 所以常常被人家 叫什么 敲大头 周围亲国们有这个名称 就是说这是个大头 那时候就是说 你要请客嘛 就是啊 那在军中这个阶段呢 我有跟这个儒家的思想接触到了 那时候我看到的这个 香港有一本杂志 叫做《人生》 那个是王道先生编的 那写文章的人呢 是哪一些呢 是钱摩 唐静怡 摩中山 祈福关 这些人呢 写的文章 那我记住到这一本刊物之后呢 我就 就是那一段时间呢 那我就拼命地把这个儒家的东西啊 比如说明路修案 宋路修案 以及朱子 以及王阳明 这些人的一种思想呢 我去想去好好的了解一下 同时呢 我也为那个 《人生》那个杂志啊 这个王道先生那个《人生》一个文章 我也为他们写文章 那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我还是有二十多岁 所以很受到那个王先生的起重 常常给我写行鼓励 也送了我很多的书 那那段时间我也觉得蛮充实的 那是我虽然这个是在军中 我自己我想自己还是要做和尚 可是呢 跟这一群这个儒家修在谈的时候 不能谈佛教的 他们原则上是这个原则上是反佛教的 但是呢 他们也谈佛教 原则上是谈佛教的 像现在的一般性儒家的这个修仔们呢 大概多半是跟这一群的前辈啊 有一些关系的啊 像俄胡学派的人啊 大概跟那些人有关系啊 同时我那一段时间我也看到那个 有两个人的思想啊 对我非常印象 印象非常大 那是一个是梁七超先生的著作 梁七超先生的著作呢 从两个方向去 一个从文修方面去 一个从复修方面去 一个从复修方面去 复修方面他有一本书叫做 这个思考啊 影响也蛮大的 另外一个人的书呢 那就是胡适枝先生的 当时有一个人接了我一套啊 这个胡适文城 现在这个书有没有 还有啊 那这一套书对我的影响啊 非常大 那一个 他们的思想是不一样的 他们的思想观点不一样 但是呢 对我来讲都很有启发性 一个梁七超先生呢 他从资料上面的这个 一种啊 整理和介绍 组织 思想非常严密 那胡适先生呢 这个就是思想的开发上面的 启发 也就是说怀疑 要拿正绩来 像这种思想啊 也就是说 不要人云亦云 前面的人讲的话 可以听 但不一定要可以信 那这种态度啊 做一个 一个副教徒来讲是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 副教徒信仰就是说 过去的人讲的话 就是不需要怀疑的 不应该怀疑的 可是胡适先生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呢 他对我很有用 那我对过去的人呢 我不是怀疑 而是说 过去的人讲的话 对我们现在有用没有用 我思考是这样子 过去的人 他们在那个时代 讲的那种话 应该是对的 我应该肯定他 不应该说他是错的 他也是贡献的 但是呢 对我们现在有用没有用 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 还是照着他样子去 人云云云 使人亚惠 那么这个呢 对我的这个启发相当大 那么这个 我在军中的这个阶段呢 多了相当多的书 这个书对我来讲是相当有用的 可是呢 到了我 我是三十岁的时候 从军中退伍 当我在军中退伍之前呢 我们副教界 渐渐的这个附金 印的附金呢 也多出来了 渐渐的有人在印附金 还有呢 因为看到我在外边呢 好多杂志在写文章呢 从副教界也要稿子 那么这样子呢 我又回到了副教来 我又写副教的文章 又看副教的书 又从副学上面呢 多下功夫去了 那么这个是一个转利点呢 正好我又做和尚了 又回到做出家人的一个身份来 但是做了出家人之后呢 我就马上思考到 我说 台湾呢 不要说台湾就是中国 近代的副教是非常衰落的 虽然呢 中国副教近代有几位大师 这几位大师 对于副教的普及化 对于副教的这个水准的提升 他们已经尽了他们的努力 几十年的努力 可是呢 并没有使得中国的副教起始回升 那当时这个时代呢 看到这个副教徒一定是迷信的 如果看了个出家人的话 一定说这个和尚一定是念经的 有一次啊 我有了病 我去看病 医生 护士都怎么说 哎 你们念经念得这么辛苦啊 念出病来了 就问这样子啊 是不是啊 你们念经念得太多了 这个大概是诚心不够吧 那个冤魂呢就找到你了 我听了这个话 我觉得啊 和尚大概就是这个念经 一般的和尚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就思考到 我必须啊 我必须啊 要对这个副教的教理 更深入去研究的 因此呢 我就在三十一岁那一年呢 我就进到山里面去 我准备到山里面好好的呀 去用工去 这个在作为年轻的同学 也没办法想象啊 这个到山里面去做什么 我那时候在山里面呢 没有电灯 没有自来水 这个也没有人呢 提供我任何的资源 那一天呢吃一餐 那经常吃的菜呢 是吃的饭素衣 是在这样的生活状况下 但是很好的 我就有一套经 有一部经呢 有一部经 这个叫大藏经 可能诸位同学 知道有没有大藏经 知道吗 有个大藏经 那我有这么一套书 我觉得够了 那我就在山里面住下来 那我就一步一步地 再去思考 复教的这个经典呢 诸位大家大概知道 叫金律论 是这样子 金是符说的 律也是符字的 论呢 是历代的高僧所写的 论 以宗教学来讲 就是神学 那个律呢 是啊 以宗教学 宗教学的立场来讲 它是一种制度 一种规范 一种制度 那金呢 金就是呢 一种语录 是谁的语录啊 释迦牟尼佛说的语录 把它一段一段地把它记下来 或者一片一片地记下来 那是语录 那这几样东西里边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三种都需要 都需要知道 那当时 我 觉得我们这个 中国的一副教 这个非常散漫 常常 有被批评呢 说出家人呢 这个 不清净 那就是说 不受戒律嘛 因此呢 我第一步 就是研究戒律 戒律是非常枯道的 这个 非常没有意思的 但是呢 我 经过研究之后啊 我觉得蛮好玩的 这是一个枯燥的东西 这些名词都是繁文 翻成中文的 当时我不懂繁文 而 这是繁文的音译 这个 要想了解它是很难的 不容易知道那些名词究竟是什么意思 很多的制度啊 在我们中国是没有的 只有在印度才有的 所以 这个 很少人呢 愿意深入地去研究戒律的 那我呢 我觉得 因为没有人研究 更需要有人研究 所以我就去研究它 当我研究深入之后 我觉得这个前提非常的广啊 这个里面真有意思 结果 过去的人没有发现的问题 我发现了 过去的人不懂的 我知道了 这是我自己认为我知道 因为过去很多的人解释 不知道怎么解释 而解释的时候必定正确 但我觉得我自己知道了 我觉得能够懂了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 怎么样能够叫它懂 就是 我把这个戒律的律障呢 它一共有 这个许多 这个许多派比的律障 那我们叫做 它又叫做什么 这个五律四论 这个律有五种律 有四部大论 我就把它这个一样一样的 把它全部看完了以后呢 再把它比较 把它彼此比较前和对照 然后呢 就能解读了 这个有点像解读什么 解读这个谜语一样 密码一样的 这个一通之后啊 诶 我觉得 我觉得慢于收获的 因此呢 我就 经过研究之后啊 我就写了一本书 那就写了一本《戒律的纲要》 一直到现在呢 这本书 在台湾来讲啊 甚至于在中国大陆啊 都把它当成 现代的佛教著作之中代表作 那叫《戒律的纲要》 现在在中国大陆 这个许多的佛修院呢 就是把它当成课本 那我们在台湾来讲的话呢 很多人看到这本书 而变成佛教徒的 又看到这本书 觉得不应该叫做什么 菩萨是什么 那么这个呢 我研究戒律啊 那么一直到现在 我还在 我并没有放弃 并没有中断 我持续的还在研究它 那另外呢 金 金呢 这个有大的有小的 那我就 从啊 这个 一般的人都知道的 叫做《阿尔寒经》 开始研究起 这阿尔寒呢 就是 是释迦牟尼佛时代啊 它这个 述出来的 阿尔寒里边 比较最接近于释迦牟尼佛 这个原始的 一种原貌的呢 是《扎阿尔寒》 那么 《扎阿尔寒》 这部 这部经典呢 它这个 端端的 端端的 这个 一小 一小段 一小段的经 而它那个里边呢 就充满了 这当时 释迦牟尼佛的精神 这个里边 《扎阿尔寒》里边 很少谈到 什么鬼啊 什么神啊 什么 三世的 因果的 这个 这个 对照啊 你过去是什么 现在是什么啊 很少谈这些问题 都是谈的 一种呢 就是 关键上的 这个 有一种生活上面的 是建的 那这个 到现在为止啊 我 还是觉得 这个《扎阿尔寒》 才是复法的基本 那中国的 许多大神经典呢 是 这个 慢慢的 慢慢的发展以后啊 渐渐的形成的 这个是呢 在当时 我 受到谁的影响 受到两个人的影响啊 一个是呢 太水大士的影响 另外一个是啊 英封法师的影响 这个太水大士 是站在中国佛教的本位 来谈佛教 这个太水大士呢 对中国的佛教 这个 非常有情感 而 他也经过他的整理 那他的思想 是非常这个 非常开朗 而且呢 把中国佛教重新呢 把它主折 来啊 来说明的 那么这个呢 另外他的弟子 就是 英封法师 现在还在啊 他今年九十六岁了 那他的著作呢 是 主要是 站在 印度的 这个 俄罕金的立场啊 来讨论啊 探讨整体的 这个教导 那我说 他们对两人的影响 那我究竟是 站在哪一边呢 我觉得太水大士 有他的道理 那就是叫做本土化 我们现在台湾不是叫做本土化吗 这个本土化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本土化有他的道理 本土的人就是要变成本土人需要的东西 为什么印度的东西到了中国以后啊 那你一定要叫中国人造了印度的那个思想模式 完全去收造的去做 可能有可能 因此 中国教 有中国教的特色 那就是本土化 那中国教的本土化呢 我觉得这个 太水大士啊 他肯定中国教的价值 那我是站在他这个立场啊 我觉得很好 相反的 印度法师错了吗 他没有错 他是啊 副教把它变成 这个 追求它的源头 它的源头 本来的面貌是什么 这个 如果不可以本来这个源头的面貌的 很可能就是啊 一种这个 这个 后期 产生的东西 那就是后来的东西 取代了这个原始原貌的佛教 那就变成了 像中国佛教就变成有可能了 就不是很纯 就是 所谓不纯的意思呢 那就是有中国思想在里头 所以中国人的思想 还有中国民间新疆的一种成分 中国的儒家的 道家的 这个是文化背景 而形成了这个 中国佛教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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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实 那么这个呢 我也觉得很好 把它理清呢 一个是从源头看 一个是从本土看 这都很好的 那对我来讲呢 我就渐渐地就把它变成世界化 这个 为什么呢 这个等我等一下我再再说啊 就是说 我在当时 我在 在山里面的这段时间呢 可以说 对我这个思想呢 对我研究的 思想的 一种形成呢 渐渐 形成了一个 一个畜形 是不是 畜 畜形 一个 大概的一个样子出现了 并没有成熟的 那个时候大概 我说啊 我是 我觉得 原来这个有这么多的面貌